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怪谈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霍金的逆向语言实验 时间的口误 2.居里夫人的放射性化妆品 美丽的危险光环 3.伽利略的披萨定律 滚动的奶酪与自由落体 内摩,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霍金的逆向语言实验 时间的口误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霍金教授和他的逆向语言实验 首先,我得澄清一点 霍金并没有真正进行过名为逆向语言实验的研究 这个概念听起来像是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虚构的实验来探讨时间 物理学和霍金自己的一些真实研究 想象一下 如果霍金真的进行了一个逆向语言实验 目的是为了探索时间的本质 在这个实验中 他可能会尝试创造一种机器 这种机器能够接收来自未来的信息 并以逆向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 这听起来像是 霍金的幽默感在作祟 因为他曾经半开玩笑地提出过举办时间旅行者派对 但只在派对结束后发出邀请 以此来测试时间旅行的可能性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霍金坐在他的轮椅上 面前是一台闪烁着神秘光芒的机器 他轻按一个按钮 机器开始嗡嗡作响 然后,一个声音从扬声器中传出 但是声音是倒着的 霍金皱着眉头 拿出他的宇宙机逆向语言一码器 一种只有他才能操作的神秘设备 经过一番调整 他终于听到了信息 霍金,你的下一本书 应该叫做《时间简史》倒序版 当然,这一切都是开玩笑的 在现实中 霍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宇宙学 黑洞和量子引力等领域 他对时间的箭头 时间的单向性 和时间旅行的理论也有所探讨 但他的工作更多是建立在严谨的数学和物理学基础上 而不是逆向语言的奇思妙想 霍金的幽默感是众所周知的 他曾在《辛普森一家》和《星际迷航》等电视节目中客串 展示了他的风趣一面 他的逆向语言实验可能不存在 但他对宇宙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追求却是真实的 这也启发了无数人去思考时间 空间和我们存在的奥秘 所以,虽然我们不能通过逆向语言来解码时间的秘密 但我们可以通过霍金的遗产来继续探索宇宙的奥妙 而且,谁知道呢? 也许在某个平行宇宙中 霍金真的进行了这个实验 并且发现了时间旅行的秘密 不过在我们的宇宙中 我们还是得满足于阅读他的著作和纪念他的贡献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居里夫人的放射性化妆品 美丽的威显光环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居里夫人和她那闪闪发光的化妆品吧 不过,别担心 这不是真的居里夫人的化妆品 而是一段有关放射性物质 在美容产品中使用的有趣历史 首先,我们的回到20世纪初 那是一个科学发现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时代 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皮尔 居里发现了雷这种放射性元素 这个发现让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 放射性物质的发现 特别是他们自然发光的特性 迅速引起了公众的想象和兴趣 当时,人们对放射性的理解还很有限 他们认为这种神秘的光芒 是一种健康和活力的象征 于是,市场上开始出现了各种 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产品 从牙膏到饮料,无所不包 而在这些产品中 最令人惊讶地莫过于放射性化妆品了 想象一下 一位女士在晚宴前途抹住 含有微量雷的面霜 希望自己的脸颊能像居里夫人的实验室里的 试管一样发出迷人的光芒 这些化妆品被宣传为能够提升肌肤活力 甚至还有广告 声称它们能够激活细胞 促进血液循环 当然,这些宣传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逐渐意识到放射性物质的危险性 这种美丽的危险光环 最终被科学的真相所取代 人们开始认识到 长期接触放射性物 只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包括癌症和其他疾病 于是 这些发光的化妆品 就像它们的放射性成分一样 逐渐从市场上消失了 居里夫人本人对这种商业化的使用 是持批评态度的 她对科学的贡献是为了进步和理解 而不是为了创造一种危险的美容趋势 不过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 科学发现需要负责任的应用 并且公众的科学素养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 下次当你在夜晚涂抹面霜时 感谢科学的进步 至少你不必担心自己的脸在黑暗中发光 除非你刚好用了夜光面霜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伽利略的披萨定律 滚动的奶酪与自由落体 各位亲爱的学生和披萨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原则 那就是伽利略的披萨定律 首先 我得澄清一点 这个定律其实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玩笑 因为伽利略 伽利来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他真正研究的是物体的运动 特别是自由落体运动 而不是披萨 但是 为了科学与美食的结合 我们就暂时假设这样一个定律存在 想象一下 伽利略站在比萨斜塔顶端 手中拿住一块热腾腾的披萨 他不是要进行自由落体实验 而是要研究当披萨从斜塔上滚落时 上面的奶酪和配料会如何运动 根据伽利略的披萨定律 我们可以预测既件事情 一 滚动的奶酪定律 当披萨开始滚动时 上面的奶酪会因为惯性作用而尝试保持在原地 结果就是 你可能会看到奶酪从披萨上滑落 这是一个悲伤的时刻 因为失去了奶酪的披萨就像是失去了灵魂 二 自由落体与披萨的关系 如果伽利略真的从斜塔上扔下一块披萨 根据它的自由落体定律 不考虑空气阻力 披萨和奶酪会同时出地 但是 由于披萨的形状和空气阻力的影响 实际上披萨可能会像一个飞盘一样旋转下落 这样一来 奶酪的命运就更加难以预测了 三 落地的披萨片定律 当披萨最终落地时 根据宇宙的无情定律 它总是奶酪面朝下 这可能是因为宇宙中有一种未知的力量 专门针对那些不幸的披萨 当然 这些定律都是我们开玩笑的产物 但它们提醒我们 科学不仅仅是严肃的公式和定理 它也可以是有趣的 生活化的 甚至是美味的 伽利略的真正贡献在于 他对于物体运动的研究 他证明了不同质量的物体 在自由落体时加速度是相同的 这是物理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所以 下次当你想用披萨时 不妨想一想 如果伽利略在今天 他会如何用科学的眼光 来分析这个美食 也许他会告诉我们 最好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厨房 而最好的实验 就是那些 能够让我们的味蕾和大脑同时 满足的实验 总之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有趣的科学故事 霍金的逆向语言实验 居里夫人的放射性化妆品 和伽利略的披萨定律 虽然这些故事都是虚构的 但它们通过幽默和夸张的方式 向我们展示了科学的各个方面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家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它们不仅致力于推动人类的知识边界 还能以幽默的方式 与大众分享它们的研究 这些故事也提醒我们 科学不仅是严肃的实验和公式 它也可以是有趣的 生动的 甚至是美味的 现在轮到你了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霍金的逆向语言实验 居里夫人的放射性化妆品和伽利略的披萨定律 有什么独特的看法 请在评论中分享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我们期待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感谢观看